在四则混合运算中 如果遇到相同的因数 你就可以用提取公因数的办法来敲算 比如这里的三个乘法都有38 写三遍好浪费啊 如果提取公因数 那写一遍就可以了 剩下的57加69减26都放括号里头 这样就简单多了 注意原来算式里的加减号在提取时得照抄 绝对不能改变哦 接着先算括号 57加69等于126 再减去26 刚好得100 那38乘100 答案当然是3800啦 不过有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乘法都有公因数 没关系 把能提取公因数的乘法先一起算 比方说这两个乘法算是 都有27 所以写一遍就好了 括号里剩下93减18 至于75乘73 先不理它 抄下来即可 接着算括号 93减18的75 再把其他部分照抄 你就发觉又有公因数了 就是75 提取75 括号里还剩27加73 两者相加刚好是100 再和75相乘 答案就得7500 看来提取公因数 你可以提完一次之后 再提取一次 不一定非得跟刚才那样 一口气提完 刚才的例子 算是里头好在有公因数 但有的时候 里头一个公因数都没有 这咋办呢 那咱就生凑一个呗 38和39长得挺像 就差1 那把39拆开 变成38加1 注意 拆开的数要加括号哟 接着用分配率拆开 就变成73乘38 加73乘1了 观察一下 前两个乘法都有38 把它提取出来 括号里剩下27加73 刚好得100 再乘38 得3800 而后面的73乘1 就得73 再加上它 最后答案是3873 好了 以上就是提取公因数的复杂应用 有公因数的算式 直接提取即可 提取的时候 既可以一口气提完 也可以分多次提取 要是没公因数 那就找长得像的 把较大的数拆开 凑个公因数即可 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快去做提试试吧